Hello, 今次想介紹一下iPhone的電容筆 首先說回電容筆的原理 平時我們用手指畫面 就直接使用手指的電容值 就可以知道手指的位置 電容筆的原理是一個金屬的筆桿 如果用手握著筆桿 再通過一個可以傳送電容的筆頭 將手指的電容傳送到螢幕 令筆頭像你的手指一樣 就可以讓螢幕感受到 所以通常你會發現這些電容筆 筆桿一定是金屬的 大概是這樣 首先我這次有三支 兩支是買回來的 一支是自己做的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筆桿 其實我之前用iPad做了一支電容筆 其實很簡單 一個是金屬的筆桿 接著有一個海綿的頭 就是某幾隻才做這個 全到電容的效果 詳情介紹一下筆 好,那裡面呢 我用一條電線 拿回海綿和筆桿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我一定要選擇 筆頭一定要是膠的 因為我經常擔心 筆頭經過海綿 都會撞到筆頭 如果你是金屬的話 就容易刮花畫面 所以特意選擇這支筆 就是一個膠的頭 然後把海綿插在這個位置 這樣 試試給大家看 其實呢 這支筆 我自己覺得 就完全比街買的很多倍 但是呢 用了一段時間 我發現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原來呢 這支海綿 應該是3M式的 那 它買回來的時候 就 全道電容就很好 但是原來發覺 原來乾了之後 就完全不行的 變成了 現在我要用的時候 我經常都要 弄濕了這個海綿 才能用到 變得比較麻煩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其實就 非常好 但是 始終也是 無故要弄濕它 好像 入蜜水 所以就想想 有什麼現成 買到的 可不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這樣 那 這支呢 就 如果你們都見過的話 就很多電路商場都可以買的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 那 頭是海綿來的 那這支是金屬的 那 那 我就奉勵大家 不要買這支 因為呢 其實呢 我就用過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件事 它 不是很敏感的 那 譬如說 有時候寫到 有時候寫不到 那 你要某個力度 那 最慘的是 如果你是打斜寫的時候 其實呢 你會發覺 你那支 筆桿 鐵那裡 其實就很容易接觸到 鏡頭的 那變了 因為你要大力按下去 再加上 即是 海綿其實就可以壓縮得很厲害 那變了 其實你的筆桿 就很容易碰到鏡頭的 因為認識很多人 其實就用這支筆 都試過刮花了鏡頭的 鏡頭 就變了 其實真的 我就覺得 幾危險的 我就覺得 小容為妙 這個 其實主要 就是想介紹 這支 這是最近買的 這支 最近電腦上出現的 一支 電容筆 我覺得 不錯的 筆頭 其實就是 它所謂的 電容傳道 那些橡膠 就是一個圓圓圓圓的 這樣 然後 這裏就是 金屬的筆桿 也是很簡單 其實最大分別就是 筆頭 就是不同的 質料 好處就是 因為 它的頭是圓的 變成 你放在 鏡頭上 打斜 或者打動 都可以做到 那 大概是怎樣說呢 我自己覺得 它 如果用來點的話 很好 十分之好 我覺得 非常滿意 唯一 你而考慮的 就是 它會比較絕 第一 它是橡膠 第二 你看看 如果畫面 畫面 畫面 你會發現 那支筆 越來越長 就會有一個 很大的 就是 它會令你覺得 好像不太太就熟 而且 如果是你轉回頭 那時 你看到 那支筆頭 就會這樣 好像有個 啫喱 這樣的效果 那 這個 變成 你和筆的效果 有 幾大出入 那就是要考慮 這個問題 但是 如果你習慣 這個動作問題 就不太大 反而我覺得 我自己用過 就發覺 原來 你的 鏡頭是沒有 鏡頭的話 就會比較絕 如果 你的手機有 鏡頭的鏡頭 我就覺得 會比較好用 大概 你看 其實 你寫字 其實因為有 是會 好像幾吃力 這樣 那就 考慮一下 但是 我自己覺得 起碼 不會 掘 鏡頭 先 這個 這個 我在高燈買 是十幾 所以 都是可以試試 不過 這支筆 我發覺 要介紹 就不是介紹 用在iPad或iPhone 我發覺 這支筆最好用 就是原來在MacBook 在MacBook 大家知道 MacBook 有一個 中文輸入法 就是 其實跟 跟 跟 desktop一樣 中文輸入法 你發覺 原來 我用這支筆寫 即是 用Touchpad來寫中文手寫 很順暢 你看看 完全 完全 是 好像 在 紙上寫 不知為何 因為 對著這個 Touchpad 它的 壓力沒有那麼大 變成 你寫得很好 那 我就覺得 用這筆 使用這麼多畫面 最好用 是 MacBook Touchpad 大概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知道 其實最主要的 就是告訴大家 不要買這支 這支 這支 累死很多人 那 這支 我自己覺得 是 可以玩一下的 但是 你 買之前 可以試試 你覺得它是 幅度 還有 那個 那個 感覺 你會覺得好像很奇怪 因為其實 暫時 我自己用過 其實那些筆 都 暫時都 不太好 你和手指比 始終手指是比較好 比較好 那 就 試一下 可以 大概 就這樣 拜拜 拜拜 拜拜